這次免費用選五選一 有一隻呢建議你別選他 選了他呢你可能會雷 可能會暴怒會放棄 但如果你見識到最後呢 你會愛上他 Holy Shit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是莫拉 首先呢如果覺得騙得很帥的話 請幫我們點個讚 這次目標兩千個 沒訂閱的話別忘記訂閱小鈴鐺喔 小小的動一動手指呢 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鼓勵 首先呢我反駁一下 很多人說莫拉很容易玩 莫拉的難度呢確實偏高喔 尤其是這一五隻免費英雄裡面 熟練的人呢當然覺得他不難 就像英國人覺得英文很簡單 法國人覺得法文很簡單 蘇國人覺得數學很簡單一樣 那這一次呢 如果你免費英雄要選莫拉 你連莫拉都沒有呢 那我們假設你就是莫拉的新手 玩莫拉呢要顧的事情還挺多的喔 首先呢 基本的連招要顧好 比如說如何刷出私下被動 在被動的期限內呢 位移到我們 最強當的位置 開二技能破防 再開大招砍 把基本連招連好呢 這是一個基本功喔 跟章馬不一樣重要 再來呢你學會連招之後 你要判斷呢 什麼時候該進場 還有呢 莫拉其實是一隻發育型的英雄 前中期呢很注重發育喔 你沒禁忌的話呢 中後期你會覺得 特別難過 拿禁忌呢除了殺人 也可以殺英雄 像這樣子呢 我們一技能能夠直接命中 敵方射手 這樣子呢就是拿九穩喔 這個頭 所以呢玩莫拉也要 精明一點喔 嘗嘗嘗看小地圖 要彈性一點 他連招雖然難呢 可是你不能被他連招所限制住 連招應該是我們的肌肉記憶喔 要幸運流水 隨時可以修出來 這也是莫拉的藍毒所在 需要熟練毒 我們總結一下呢 剛剛提到莫拉需要三件事情 第一呢是需要 扎實的連招基本功 第二呢是需要有 穩定的發育手段 畢竟我們是發育型的英雄 第三呢就是我們的進場時機了 進場時機要跟得上隊友喔 這樣子才會有參團率 像這邊呢我們連著敵方小丑 套手有點多呢 我們就多跟著他 多砍幾下 彈他也沒關係喔 我們最後開啟大招就可以無敵 找敵方潘映 把他帶走 自己多添一個助攻 助攻同時呢 拆了魔龍路防禦塔 那樣就有鑽 我們鑽五分鐘 終於拆了魔龍路防禦塔了 一開局呢還挺逆風的 這裡總算 打了一個翻盤 由於這個版本呢 五分鐘前 凱撒路塔是退不掉的喔 如果是單排局的話呢 敵方也不一定會守塔 所以要建議 打野的開局呢 都是先往魔龍路去打 拆完魔龍路塔呢 再來拆凱撒塔 大排局的關係呢 我們的隊友不一定會過來支援 但相對的 敵方也不一定會過來防守 OK 進一個空檔喔 我們收掉了雅連之後呢 砲撒還在 一併拆了凱撒路塔 像這樣子呢 最終我們又拆了上塔跟下塔 而且呢也有不錯的參團率 這才是一隻好的魔龍 如果你只會刷連招呢 不幫隊友的話 相信你的隊友也會不喜歡你 可是如果你只幫隊友呢 你連招刷不出來 打團戰也打不贏 一樣的呢 你隊友也不會喜歡你喔 所以呢 玩好魔龍的話 你要幫隊友 又要連招連得好 同時又要發育起來 又要有錢 有沒有覺得現在玩打野好累喔 比打工還累 這也是魔龍的難度所在喔 如果在座各位呢 你有起中技你就知道 中技呢 其實一開始是挺難騎的 是一個有挑戰性的運動 就算你騎了很久的小綿羊呢 你可能還要熟悉一下 打擋的時機 退擋的時機 很多時候呢 前輩說再多都沒用喔 自己熟練之餘體會最實在 也就是熟能生巧了 莫拉呢是一樣的道理 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呢一旦你掌握起來 你會覺得很舒服 很舒爽 那我們剛剛說完一些莫拉的技巧 完好的關鍵 那我們再來說說莫拉的缺點 莫拉最怕的呢 其實是沒有經濟 一般來說呢莫拉會沒經濟的話 通常是我們死太多次喔 尤其是前期 所以呢我們也備了一個 周爾夫斯 以防呢不幸真的死掉的話 還可以跳出來 兩次 奧義的話呢我們帶的是覺醒喔 這樣子攻速比較快 打起來比較爽 但猛攻呢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很長一段時間呢帶到說是猛攻 裝備的話呢我很喜歡出攻速血喔 有時候敵方有圖倫呢 還是很痛的法師 魔防鞋也是有用 但是魔防鞋打起來比較慢呢 有時候手感就不太對勁 所以啊萬一敵方魔攻太疼的話 我們買完全能武器呢 就會先買仙靈 最後呢再補天叢雲 或者王者劍 裝備呢是看情況調整的 那基本上只有收盆劍 破陣還有全能武器是綁定的 來吃個凱 那莫拉也射手有打野裡面 吃凱撒最舒服的打野之一 二技能三技能輪流使用呢 基本上不會扣血 喔 今天看到敵方沒看到我們 先抓射手 後期呢木家覺得威脅其實很低喔 不可以是追 英雄 反而是拉偉爾要先處理 拉偉爾呢就算我前期抓他再多次 後面呢他不小心飛起來 我們還是會頭痛 還有啊就是打架手 如果敵方已經來到支援了 我們的位置呢一定要離影子遠一點喔 你離影子太近的話呢 只會被盾而已 玩莫拉呢尤其是你前面新手 有槓水的時候呢 多少會有一些冷嘲樂縫喔 尤其是呢他前面清野也比較慢 如果你來不及支援呢 或者連招連卡囉 失誤囉 可能會被閃燈 這樣子呢可能會受到打擊喔 可是換個角度想呢 這麼難的考驗你都可以通過的話 以後人生還有什麼事情可以難得到你 順帶一提呢 如果你剛學莫拉的話 不要在排位山裡面練腳 排位山練腳呢是一件挺不尊重的事情 我們還欠一個普攻 就可以受敵方拉威爾 可是最過去呢會有點危險喔 我們的影子快要過去 這也快還挺好用的 可以來刷一刷 最後沒有其他人 穆加傑開了一個加速 喔這裡傷害太高呢也是一個困擾喔 只有三下 總算得到第四下 刷了敵方的雅連 雅連呢應該也是敵方清兵最強英雄之一 清掉他的話呢敵方會很難守塔 先抓個拉威爾 然後這邊被拉威爾活了下來 主要是莫拉的大招呢 現在會被冷分擔傷害 先帶走這個 阿塔 我們隊友也死掉的話就算了 潘因是滿血的 還是要尊重一下他的傷害喔 這場我們沒有出魔防蟹 也沒有出現你 可能會被他一套秒掉也不一定 那這裡面的球穩呢 再拿一條凱撒 隊友看起來呢 在下路要打叫 沒有要推塔的意思 瑞克過去了那就好 我們稍微影子留遠一點 這一技能還有一秒 哎 結果還是被他先飛走了 一樣喔 這裡 敵方傷害最大的威脅呢 是拉威爾 可以把他秒了 再來是潘因 預購一個死神鐮刀 一防萬一嘛 先拉開 果然呢 潘因交了他的凝霜寶珠 喔 最後他還沒死呢 但我們隊友也成功三路全破 把兵線帶進來 敵方三個人附的時間有點久 找到潘因 各的空的不錯喔 帶著潘因 那最後是敵方主堡了 撤離他們主堡 結束遊戲 以上呢 收到來莫拉大野的實戰 如果呢 這一次美費又選五選一 你打算選莫拉的話 你看到呢 你還是挺有挑戰精神的 那樣子的話呢就 祝你好運 最後呢 我是尚恩 如果喜歡影片呢 不要忘記點個讚 按個訂閱 小鈴鐺 好 那我們下次見